提起毒枭 不得不提起历史上最嚣张的毒贩 曾被财富杂志评选为全球七大富豪之一 其私人武装不仅压政府军一体 在其毒品贸易最为鼎盛时期 更是垄断全球80%的面粉市场 因他而死的人数以万计 逮捕他的警察 不出三天就被人射杀 审判他的法官死于非命 通缉他的哥伦比亚总检查的 被他反过来悬赏一名捉拿 这样的牛叉人物就是哥伦比亚传奇毒枭巴伯罗 回忆过去 从小父亲酗酒 沉迷赌博 自己兄弟姐妹众多 小康之家迅速陷入贫困 贫穷的生活给了巴伯罗很深的触动 这让他极度渴望金钱 19世纪80年代 面粉肆意横行 而巴伯罗则抓住时机 从此踏上了贩卖面粉的不归路 巴伯罗18岁就考上了大学 他充分利用自己的智商优势 吸纳了大批手下 将面粉生意越做越大 1971年 巴伯罗就成了哥伦比亚面粉圈的侨蠢 1975年 巴伯罗的野心不再满足国内市场 他把面粉的销售渠道 瞄准了赚钱更多的美 为此巴伯罗倾家荡产 买了15架私人飞机 在哥伦比亚和佛罗里达之间 建立了一条空中运步航线 靠着这条航线 每天都能给巴伯罗 带来7000万美元的流水 相当于现在的1.5亿美 仅在1985年 这条航线就给巴伯罗创收260亿美 相当于现在555亿美 1989年 已经控制全球80%面粉市场 巴伯罗还被杂志评选为全球第227位亿万富 如此巨额的财富 让他为30万人提供了就业金 还为穷人修建了教堂 医院和房屋 被誉为拉丁美洲的罗宾汉 成为毒品王国真正的国王 1982年 巴伯罗顺利当选哥伦比亚众议院议员 随着面粉的贩卖 美国大部分毒品都是巴伯罗总资的 美国政府必须要消灭它 开始给哥伦比亚施压 让他们开放对美国的引渡政策 这样美国人就可以把巴伯罗抓回国审判 哥伦比亚政府长期以来对美国言轻计分 通过了引渡法案 就这样 巴伯罗的政治生涯很快就结束 但哥伦比亚政府的好日子也是刀头 整天做的是刀头填写的卖卖 没有少孝敬他们一份 还花钱搞基建 现在美国老要搞巴伯罗 哥伦比亚政府就把他的恩惠 全部抹除得丹丹净净 于是 巴伯罗立刻着手反制 建立了一所摩托车刺客学校 煽动群众街上游行 很快一场屠杀就此开始 这就是几塔德队营销的范围 枪杀一名警员奖励2000美元 枪杀一名警司奖励5000美元 如果枪杀一名警督就可以达到1万美元 而枪杀一名警警 则可以达到巨额2万美元 如果能枪杀一名警长 更是高达5万美元的奖励 为了钱 上百名武装暴徒横扫街头 只要拿着带有死亡痕迹的警徽就能拿到暴徒 一时间 所有哥伦比亚的公务员都慌了 没人敢上街 搬家公司成了最忙的企业 大批公务员选择外逃 哥伦比亚政府几乎停业 腥风血雨之后 哥伦比亚政府居然没有向巴伯罗低头 为了惩治面粉集团的首脑 派出便衣警察对平民窟的暴徒展开了抓捕 死一名警员10人被处决 他们把少年看成是未来的刺客 然而要想清剿巴伯罗面粉集团的人又弹劾容易 巴伯罗有4万人组成的私人军队 装备精良 还配有多管火箭筒及响尾蛇导弹战斗直升机 这帮不拥兵 也是任钱不认人 而且战斗力极强 杀得政府军大败而归 短短10年间 巴伯罗就背了2.5万条人命 其中政府官员就有将近5000多人 政府一看应的步行只能来惹 主动派人和巴伯罗讨讨 答应他 不通过引渡法案赦免引渡条约 巴伯罗同意了这个交易 但是提出监狱要自己的 1991年 巴伯罗数巨资 给自己建了个监狱 说是监狱 还不如说是个度假村 硬件设施一应俱全 永迟五厅酒吧足球场 还把哥伦比亚的美女网红都买到监狱 每天过得那叫一个爽 在监狱里 巴伯罗做着和监狱外一样的事情 甚至为了暴力还屠杀平门 监狱的谋杀案传到媒体 让政府成为帮凶 政府的可信度岌岌可危 于是他们决定把巴伯罗转移到军事监狱 1992年7月1日开始对巴伯罗展开围堵 独骁和政府军的一场厮杀即将开始 男人手持沙漠之鹰射击直升机 虽然大口径大威力 但是面对直升机的重机枪反射 独骁只能暴头乱击 不过他们面对的可不是一般的独骁狗 而是威名显赫的巴伯罗大独骁 他们养鸽子就是为了对付直升机 受到惊吓的鸽子围绕在直升机周围 导致直升机的引擎失效着火 爆炸坠毁在房屋边 独王巴伯罗落荒而逃 迈阿密的朋友已经失控 路线正在被瓦解 竞争对手抢占了所有地盘 巴伯罗的得意干将也被爱杀 这意味着毒贩集团金融分部已经垮台 最难攻击的分部垮台 巴伯罗失去了最坚强的壁堡 别无选择只能跑 既然政府让巴伯罗跑 他也会让这些政府军跑 他知道恐怖主义是穷人的原则 从现在开始 不再使用子弹而是炸烟 和巴伯罗有关系的主持人到处被人威胁 想从机场逃走 发现哥伦比亚国航的飞机已被巴伯罗炸唬 最终 政府迫于舆论的压力 派遣了一支军队 准备将巴伯罗等人全部带走 可没想到 当军队赶到监狱时 不料巴伯罗早已逃之夭夭 当住了一年监狱的巴伯罗就孕育了 跑到安全无躲避追杀 美国人看到巴伯罗跑出来就好办 是巴伯罗雇佣的 对他的行踪手段非常了解 雇佣兵逐个击破 先消灭了巴伯罗手下三百多名死亡 又以其人之道 绑架了巴伯罗的家人 逼巴伯罗现身 家人就是巴伯罗的软胃 他冒着被监听的危险打通了妻子的电话 正是这通电话暴露了自己的位置 巴伯罗明知暴露却没有挂断电话 他在电话里说要杀光这些人 还有他们的妻儿老小 你听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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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乎 此时的巴伯罗还依依不舍地给女儿打着电话 雇佣兵已经不断地向他靠近 就在巴伯罗转身的一瞬间 被一个小伙清晰地看到他的身形 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击毒行动就此展开 由美国训练的200名哥伦比亚特种队员直接空降护旋 哥伦比亚国防军精锐第14旅的数千名官兵左右两侧合围 各种队员在门上布置好了炸药 巴伯罗示意让手下先走 就在巴伯罗爬上窗户的时候 巴伯罗的血腥统治结束了 他在一阵枪林弹雨中被当场击毙 不过哥伦比亚的毒品生意并没有停止 之前被巴伯罗打击的毒贩子 继承了他的生意 继续向世界各地出口面粉 巴伯罗能有这么大影响力 其实跟当年法律有很大关系 美国人直到1973年才成立基毒署 巴伯罗要是生在今天 绝不会有这么大的作为 直到今天 南美和金三角遍地都是毒贩子 不过跟巴伯罗相比 那简直就是臭鱼烂虾一样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大海观影 下期再见